Hello,大家好,我是Riva 然后今天呢,由我给大家来过一遍这个UI Improvements的课 然后这套课呢,不是说教你如何去画界面设计 而是说我想用一些实力和细节方面的案例来跟大家解释 怎么样改进或者是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来跟进UI这个界面设计 从而让这个产品成为一个更好,更成功的产品 有更好的用户体验,换句话说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应该是很有帮助 包括其中有一些非常小的UX的detail 也是对视觉设计或者是界面设计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今天这一课基本上呢,是给大家扫一下最基本的知识 非常快速的,非常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Cross Device Use 那我觉得在如今的网络爆炸的社会 我觉得Cross Device是非常不陌生的 大家一定是每天用完手机用电脑,用完电脑用iPad 那这个已经是Cross Device了 那大家每天这么习惯的用这些跨设备的体系的产品 但是当你设计的时候,你有注意到那些细节 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去让这个产品的flow更加好吗 所以基本上这节课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好,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device嘛 然后这一套数据的话呢,我还是要给credit给那个原作者 这个数据不是我随便掰的 这个是有一个叫Luke Workwith W 大家可以百度这个人 它以前去年的时候,它有一个产品叫做PolarPol 这个产品呢被Google收购了 在2014年的时候被收购 然后我其实非常推荐这个 我给大家打这个网站出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产品 这个网站,它其实也不是个网站 它是一个应用,是一个app 然后这个东西的原始概念非常简单 也就是二选一 就是让你左边和右边给你两张图或者是两个字 whatever你想选的 然后让大家投票 一或者二 有一点类似于微博的投票 但是呢,又不一样 因为它只有两个选项 所以它这个是通过跟用户的交流啊什么 就可以得到那些原始的数据 比如说,比如说现在什么TF Boys很红啊 那里面有三个成员 你可以选两个来投一下谁比较喜欢谁 类似之类的都可以用 那它这个产品当时起了就是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被Google买下之后呢 就整个收购了嘛 然后我才去关注到这个产品 那它这个网站上有一本免费的书 它是整个就是告诉大家 它从iOS6,包括安卓系统 怎么升级到iOS7,iOS8 它这个当中的设计做了多少的改变 而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 它当中的细节非常清楚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这节课来说是一个很好 或者是整个这套课来说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课后阅读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下这本书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会到时候发一下我的email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发链接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提一下 这个叫Paula Po 是这个人的 他是一个创始人嘛 那他当时就有一份报告 那这个报告的话 我这数据就是从他那儿来的嘛 那他是说在美国境内 因为我没有办法 somehow拿到中国的数据 因为我不知道谁在做这个事情 那根据Luke所说的 在美国境内有laptop的人 52%都有smartphone 也就是接近一半 基本上接近一半 然后有smartphone的人 31% 他是有tablet 然后更加 现在这个数据是14年的 那我觉得现在会更加高一些 13%的人是有三种都用 然后这三种是交叉使用的 好 90%的人是sequentially use 也就是说我用完手机 用laptop 用desktop 也许又会用手机 那手机是穿插在中间 这个他之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报告 因为如果加上之前 苹果发布的wearable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engagement flow 又会有不同 然后Luke也做了一个这样报告 我会之后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 简而言之 就是说 在笔记本和电脑上的时间 是更加长一些的 这个engagement是长一些 手机是穿插在中间 你会时不时拿起来看 但是wearable呢 是更加短的engagement 因为你只要把手抬一下看 就行了 所以其实wearable 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习惯 也就是为什么wearable 会变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单单是指 它tracking你的健康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98%的人daily use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完全可信的 因为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smartphone吧 至少 然后我之前去了一次西藏 我觉得藏民都在用smartphone 他们的手机都用得比我好 所以我非常不怀疑 现在中国整个用smartphone的使用率 所以这个应该是跟全世界都差不多 我觉得 现在特别是globalization嘛 所以基本上都差不多 好 然后这个整个combination的数据 我觉得大家就看一下吧 就是说这个是用手机的人用desktop 81% 66% 66% 这个应该是比较rough的数据 用laptop和desktop 用手机和laptop 然后这个cross device的话 就是整个这样一个flow的话 它其实有四个概念 你需要就是说注意 那我觉得如果当你有个wearable的时候呢 我觉得相当于这四个概念 也是也是适用的 访问浏览推送和遥控 我觉得当你有wearable的话 推送和遥控在wearable当中 是起非常大的作用的 所以当你在给一个wearable 就是可穿戴设备 做设计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推送和遥控上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就大家一点点 我给大家一点点举例子 介绍什么是访问 什么是浏览 好 访问的话 这个非常容易啊 因为大家上班都会刷微博是不是 那我上班刷微博的时候 刷到一半 突然想去上厕所 那那怎么办 我就拿起手机上厕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访问的access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 开始用微博 我记得我大概在大学 我不知道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微博还没有 怎么说 那个时候不是一个app 它是一个网站 特别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还没有用iphone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它等于是 我打开手机 有个3G 然后它当 它打开的是网站的一个浓缩版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 就是它一个手机 然后上面也是有推送这些内容 但是它会有很多蓝色的link 就是蓝色的link在下面 然后这个页面 巨丑无比 反正我也不想画了 就是anyway就是非常丑 然后你也不想用了嘛 然后就walk away 那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这种就是access失败的 那这个是一个app 微博这个是一个手机的app 这个是叫网站吗 这个其实并不叫网站 这个的概念叫webapp 是一个网站的网络的应用 也就是我之前看了份报告 也就是说在 它预言在今后的五年之内 有一样东西会消失 什么东西叫webpage 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吧 它觉得网站是会消失的东西 可是webapp是会存在的 一直会存在的 一直我也不敢说啊 就是至少这几年都会存在 现在已经是 基本上所有的网站都是webapp 那他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webpage 它所有的内容 是等于是网站给你的 给你什么 对不对 这个是他们created 是他们创造的这些内容 但如今这个社会 content最重要 而这个content是应该是由 这个网站的主人来给你的吗 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微博 微博的内容是谁给你的 微博的内容是feed 这个content是微博自己创造的吗 你当然说微博给了这样一个平台 可是这个content是谁创造的 这个content是你的follower 对不对 我这边还有什么省钱快报 whatever 我是不是给大家打广告了 真不好意思 我应该把我 就是自己插掉了 不好意思 但是anyway 这个content是什么 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follow了谁 对不对 我粉了谁 这个内容是他们给我的 包括我自己也可以写 那我们和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follow the trend 这个我们才是content主主人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地方 这个是跟wipage不一样 不是说他们给我看什么 如今的wipage都是非常简单的 介绍一下他们的产品 进来的应用 然后你去用它的应用就行了 基本上就是一页 非常简单的东西 好 讲到flow 那flow的话就是说 你整个有access之后呢 你整个运用起来的flow 你必须是相同的 那这个flow的话 我这边要表扬一下优酷 还有爱奇艺 当然我不知道用他们的例子 是否合适啊 就是他们也没给我打钱 但是我这promote一下 就是当你在用不同的device cross device去看 特别是看视频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也就是说 当你我看 我登录以后 有我的注册登录以后 我在这个laptop 或者desktop上面看到了 电影的某一阶段之后 然后我 好 上床睡觉了 或者是我离开当时的环境了 我换了一个device 我可以接着看 并且不需要费力的 知道自己刚刚看了什么 现在很多视频网站 基本上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虽然是 以前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这个是很 代码上是一个 很细小的一个细节 但是从使用的愉快度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设计是为了什么 设计是为了让你变得更懒 所以这个是完全让人变得很懒 并且是直接 没有特别多的transition 你就直接好换一个继续看 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设计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听podcast 我自己是一个粉丝 然后我自己使用的产品有 荔枝和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大的case study 我之后会另外详细说 有机会的话 但是相对来说 我个人的使用经历 荔枝是比喜马拉雅好用 但是荔枝有个什么问题 它的flow是bricked 也就是说 它这个flow没有做好 它是做得有问题的 为什么 当我上班 我打开podcast 我在听 比如说whatever 小松其他某一集 我听完之后 好我突然要离开 或者是我下班 我去坐车坐地铁 或者是我开车 我把我的手机拿开 连上我 就是连上我车载系统之类的 好 问题来了 首先我不知道 我刚刚听的是 哪一个podcast的频道 我必须找到 我刚刚听的是高晓松 whatever 好高晓松 那他有很多专辑 对不对 我刚刚听的是哪个专辑 哪一集 我打开那一集 我刚刚又听到哪一分钟呢 这个是多少的extra touch 多少就是停下 而且这也很危险 我先不说开车 不能做这么多举动 这个 这么多extra extra extra touch 这个导致这个app 已经是失败的了 因为脾气不好的 或者没有耐心了 我就不听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久 还不知道听到哪几分钟 现在最宝贵的 都是时间 我没有空用这么复杂的东西 一点都不好用 这个必须给我跟进 那podcast的话 我因为除了听新闻以外 因为我国内的这个app 我使用的经历来说 因为荔枝还是做的算比较 视觉上来说做的非常好 可是flow上说 就是说这个flow它是断掉的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跟进的 喜马拉雅的话 我是连找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在这里不予置评了 它整个网站 乱哄哄 好 讲到push推送 推送的话 其实因为我找不到 很好的国内的就是例子 那我这边就用国外的一个 一个stream的一个 一个netflix 这样做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对netflix 有多熟悉 这是一个这边 很出名的一个startup 它也是做stream 也就换而言之 就是美国版的优酷 或者是爱奇艺吧 可是大家看一下设计风格 这个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人家没有广告还是什么 就是真的是非常清爽 那所谓的推送就是说 当我有cross device的时候 还有电视机的时候 我是可以把这个直接推送到电视上看的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 因为我不知道中国这样的生活习惯 是有多popular 也就是说你会不会把你手机上的device 通过apple tv 或者是国内应该比较多是那些什么 乐视 tv 或者是什么小米盒子之类去这种推送之类的 但是这个特别是当你设计一些需要用大屏幕来显示的产品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要考虑到的一个cross device use 也就是这个是你设计当中必须的必须要考虑的 而不是说我只是给大屏幕设计 我手机把它压缩一下就行了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然后关于control 其实control的话 我觉得例子也就是我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 control的话 它就是一个控制 它等于是一个像发射信号遥控器一样的 去控制另外一个大屏幕显示之类的 这跟推送还有点不一样 然后我这边找了一个august所的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例子啊 这是一个通绍的车锣 想想不想设计 这一个不认为他需要一个确计 这个确计是一kommen 而且这一户还有一点 让我们 march你 你没有时间让开队给大家 你正 HUA 其实就是为什么应该是应该用刀 吴吴吴吴 An invitation that you can give and take away whenever you please. Keyless, codeless, and completely secure, August mind your entry when you cannot. You'll be alerted when your inviteee arrives, And you'll know precisely when he leaves. No more racing home to lay your out-of-town guests in. No more having to ask for keys back. Your lock recognizes you automatically And opens without you having to do a thing. And for your friends,you just create an invitation and press send. Grant access for a day, or a night, or a week, even a month. And take that access away whenever you like. August isn't connected to your wireless router or even your electrical service. So there's no risk of downtime or system failure. Plus,you can always still open your door the old-fashioned way if you like. You just don't have to. Secure,seamless,simple. August,you are invited. Accure,west your mind. Cool. Hello. I don't see you at all.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my sounds of从 wrong on the other side. T size is not accurate. I assume tha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or support do all of your 디lement leve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matum. August mind knows about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of these devices. It's a bad example, 譬 silently, But it conquest the وسанные parts from my iPhone as a control machine! 因为那个太大了,对不对,包括你这个使用的就是面积范围,这个也是之后会就是谈到的。 那相对于来说,如果除了手机之外,那Wearable作为Ctrl,手表的话就是比如说Smart Watch好了,也不是说一定是Apple Watch。 这个作为Ctrl应该也是最好的选项,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非常久啊,它里面用的iOS还是非常非常久的系统。 但是Anyway,这个就是这四大功能,也就是说Cross Device Usage,你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当你在设计Cross Device Use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这个你做任何产品,你都要想到Access,他们也许会用iPad看,也许会用网站看,也许会用手机看,也许会用Wearable看,你存在这样一个Cross Device的World,你就必须注意到各种细节。 那你会问从哪里设计,从哪个先开始设计,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常用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Mobile Go First,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设计都应该先从手机开始。 但我在这边说是理论,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还是会先从网站上开始做,这个是根据不同的项目来说的。 所以,根据你客户使用群的一个focus,但理论上来说,如果是差不多的话,请先从手机,Mobile开始做。 那Design for Device Capabilities,那这个也就是说,还是根据因为你的device是不同的嘛,你iPad可以随身带,手机是可以一个手操控,电脑的话是大屏幕,你没有办法随便移动。 Laptop虽然可移动,但是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可是它们的功能又不一样,所以根据它们的不同功能,你可以设计不同的feature。 然后Consider Cross Device Use Case,也就是当UX Designer跟你一起做Use Case或者是做Flow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device都纳入其中。 你必须想好最好的情况,最简单的一个Flow的情况,以及最糟糕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你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产品。 那我就是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然后不知道大家吸收了多少。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个总结,然后把我的邮箱给大家一下。 因为我是Riva,然后前面加个i,然后我的lastname是陈,atgmail.com。 我希望就是大家有问题或者有反馈的话,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讨论的话,欢迎大家给我邮件,然后我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 所以第一堂课的WarmUp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 就这样,拜拜。 拜拜。 雅